八点半了 吃过饭了 是吧 有点押韵何哲哈 八点半了 吃过饭了 开侃了啊 侃爷 该开侃了啊 这个高晓松啊 挺有名的一哥们 是吧 谁都知道他哈 有才 是吧 能写书啊 也能白活啊 有个叫小说的 是不是他的节目哈 还有什么 还会写歌啊 风流才子 书香门第啊 这个高晓松他妈 高晓松他妈啊 也上电视了啊 也做节目了 他妈是谁呢 我们看一看啊 1948年12月13号 国民党派了一架飞机来轰炸清华 当时我就在那桥栋底下 我爸害怕 我们害怕拿一个帘子挡着 把他咣咣咣咣咣咣咣的炸了 那个人一点清华的建筑都没炸着 整个就是把炸弹扔到那边了 荒野的地方 我从小就住清华 他说1948年 他刚才说了个日子 我有点忘了啊 应该是48年底 因为共产党已经占领了北平了 几乎 或者说北平的外围 应该是49年的1月份左右 49年初 北平城 后来的北京城 然后所谓的和平解放 城内的附作义的军队开出来 然后解放军 这个聂荣贞的部队 林彪 罗容环的部队 进入北京城 所谓和平解放 他说48年的一个日子 应该是12月份左右 他说那个人没炸着 说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 那个不叫没炸着 他根本就不想炸 你地面也没有什么防空火力 对吧 你空军也没有 然后这个防空兵也没有 他就是不想炸 那个人是觉得不应该打内战 而且他轰炸的目标也不是一个军事目标 清华大学 那是中国的最好的 最高的学府之一 当时为数不多的 全国也就那么十来个好学校 而且还有好多古建筑 对吧 清华大学多大的一片园子呀 是吧 是当年应该是大清朝留下来的三山五园之一 对吧 所以他说没炸着 没炸着 说都炸在空地上了 一个飞行员 一个轰炸机的飞行员 对吧 上级给的命令绝不可能是让他炸一片荒地 他能分辨不出来地面上的目标 哪些是建筑物 哪些是荒地吗 难道连一个这个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吗 是吧 不管是目测的 还是这个军用航空地图的 这绝不可能 这个国民党里边很多人 他不想打内战 是吧 在四五十年代 尤其是48年49年以后 有大量的国民党的飞行员 投到共产党这边来 这个我之前做过两三期至少 这个节目就专门写这些 专门给大家总结 给大家 讲述 这些事情 当然 这个共产党的解放军的飞行员 飞往台湾的啊 叛逃台湾的 我也做了类似的节目 还有民航啊 民航有一个著名的两航起义啊 中国航空和中央航空两大公司 一开始他们观望 都飞到了香港 后来周恩来派李克农啊 派一些人 把他们 忽悠吧 你可以说是忽悠 鼓动鼓励 联络 反正各种手段 有一部分 飞回了北京啊 少量的好像飞到天津 反正回到大陆 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范围内 当然台湾认为这叫沦陷区啊 他们认为台湾叫自由中国 后来一部分飞机好像被港英当局 当时的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吗 给扣押了 大部分后来去台湾了 其实有很多人 你看那个 董建华 董建华后来是 首任特首啊 对吧 因为当时是 是唐英年还是吴光忠啊 不叫吴光忠 叫吴什么 好像那个人是 是亲英的 就是那个谁 世界传王包玉刚 包玉刚没有儿子 四个女儿 其中一个 嫁给是姓吴的叫什么 我想想他名字现在我忘掉了 就这个人 他也想竞选特首 但是他政治立场 是亲西方亲英国的 大陆主义的啊 大陆支持的是 这个 我刚才说那个人 是吧 董 叫董建华 是吧 懂得建设中华 他自个儿 后来还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了 但是他父亲叫董浩云 当年也是开船公司的啊 手里边有船队 当年是带着全部的家当 这个船 加上这些员工 是跟着蒋委员长去台湾的 但是后来他的儿子走向了跟共产党接近的道路 董建华有个弟弟 这个取的叫董建成 取的就是台湾的有一任的警备总司令 警总 当时在台湾权力特别大 说抓谁就抓谁 像民进党的那些人啊 像李敖啊 很多人都是被这个 警总抓的 警总有一任的总司令叫温哈雄 警总一般都是上将 司令啊 就 董建华的弟弟董建成 就取的温哈雄的 侄女 哎 另外那个两行 体役的人啊 到了 中国大陆到了北京之后 后来是民航局比较重视他们 这个我在首都机场不是有一个大客户吗 两三千人的一个大单位 就是国行 货运部下边的一单位 这个整个货运部买东西由他们来买 然后我挣他们的钱 这个总经理原来就是一个 水暖工啊 还是维修工啊 还是钢筋工啊 可能是个水暖工 但是人他老爹 人他爹就是 两行体役的元老 共产党在民航方面 他没有什么人才 他的人都是从国民党这边过来的 对吧 国民党呢 民国政府作为合法政府 他有各种的专门的人才 但是共产党呢 他有纲领 他有主义啊 也有人说共产党是土匪 但是有人说了 好像阎西山说我说共产党 是有纲领的土匪 是吧 他整个有他有一套说辞 有一套说道 有一套理论 有一套体系 他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 是吧 实现共产主义 啊 这个这个等等等等 所以有一帮人抛头颅撒热血 但是抛头颅撒热血的那些劣势 好像江姐吧 江竹云的儿子 后来全家移民美国了 这个多少有点讽刺啊 还有一个安徽人有一个大兵 一个解放军战士叫年四宝 号称叫毛主席的好战士 然后全家也移民美国了 也不是全家吧 反正他一个人 跑到美国加州去了 还有什么这个样板戏 唱样板戏的什么 唱不是红色娘子军 唱沙加帮的还是唱什么的 好像那一波人整个到了美国 一个也没回来 到了美国演出之后 整个这个团 全部就叛逃到美国 还有前些年一个羽毛球 还是网球运动员 叫什么那 胡那 是吧也是到了美国不回来了 啊这种情况非常的多啊 外交部系统的 啊这个 还有什么外经贸部系统的 驻土耳其使馆的 驻智利使馆的 驻美国使馆的 美不能说每年吧 反正隔一段时间就有啊 就留在西方了 看来这西方真是个大毒草大毒瘤哈 像鸦片烟一样 蛊惑人心啊 还有就是说刚才我还是回到那个飞行员 说没炸着 他根本就不想炸你 类似的情况 据听说在孟良固战役 这个七十四师 整编七十四师 原来叫七十四军 是吧 用机关枪扫射 人海战术 共产党是人海战术 据听说啊 最前面的都不是当兵的 是 地主富农 老地主老富农 让他们在最前面 反正你打吧 你打死的是富农 反正要不然我们也得宰了他们啊 然后你们这边也消耗的子弹 后来说是让一些大姑娘小媳妇脱光了 往前冲 当然那些也是地主富农的家眷吧 都是这样 所以后来 那个国军的那机关枪手 据说的打不下去了 打来半天打死都是老百姓 也都是自己的同胞 说实话 那蒋委员长吧 他也是 还是有一种封建独裁的思想 是吧 蒋和毛 都是封建帝王思想 他们都觉得 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是吧 抗战胜利的时候 蒋委员长认为有八百万军队 有美国人的支持 就想把共产党这个 他心目中的土匪 这个匪帮啊 兼党 给彻底的给剿灭 实际上打了八年国军 毕竟已经伤筋动骨了 是吧 这个死了不少的精锐的士兵 精锐的这个这个精锐部队被削弱了不少 所以而且已经打了八年了 是吧 之前有剿共 是吧 之前还有什么中原大战 蒋介石 冯玉祥 闫西山 还有什么蒋桂战争 蒋介石和桂系 是吧 好像还有这个跟广东陈继堂他们也打过仗 还有福建事变 跟这个这个蒋光奈呀 蔡廷凯呀 陈明书啊 这个国民党内部就一直不消停 然后又跟共产党打 所以说实话 将士们 将士们已经厌战了 这点来说蒋委员长不够聪明 是吧 而这个共产党的军队基本在敌后 啊除了应付日本人的扫荡 要反扫荡就躲到山里边 躲到太行山里 然后呢或者是挖地道 躲地道里 是吧他不跟日本人 硬扛 对着来的时候不多 因为他也知道 连国民党正规军都打不过 他更打不过 所以他积攒了很多力量 是吧 好吧 我们就在这边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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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